蓝队长 放心 你安排的事情啊 我一定会照办的 我们调查科在连城手下有限 满城张贴告示的事情 还辛苦韩县长手底下的兄弟了 明白明白 都是吃党国的饭 跑跑腿 还正常 韩县长 你别介意啊 我刚才口气重了些 但是 我绝对没有怀疑你中饱四囊 四囊要是能饱的话 也行啊 你说我可以拿这些私囊钱 为连城的积民买些口粮 行了 咱不说这些了 说说那些告示吧 这些告示是想让叶古语看到吧 这可不是给叶古语一个人看的 我要让连城的共党都看到 阮队长 整个连城已经都贴满了 放心吧 赌场的事 韩县长也是为了地方财政 我来连城就是为了抓共党 这些与我无关 我也不会向上风去说 另外还要感谢 韩县长用自己的车送我回去 客气 这都是应该办的 那好 我告辞了 请 停车 爹 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全套 套谁啊 谁救沈涛就套谁 共产党 沈涛不是逃走了吗 是啊 可是天知道他怎么会落到伦军亚手里 你骗我 你不相信我 那就是临江骗你 不可能 你没骗我 他没骗你 那沈涛为什么会被抓 你怀疑是我出卖了沈涛 你想想 他们这么大张旗鼓 把这个告示 贴得满城都是 这不明白着 诱敌吗 爹 这可以是威慑 威慑 把沈涛直接杀了 把他的头 挂在尘门楼上 这威慑 不就更大 林海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送死 沈涛 我是一定要救的 依我看 咱们静观欺骗 到时候你派一个枪手 隐藏好 如果叶谷雨 要去救沈涛 你就一枪打死他 这就是一个圈套 你看不出来吗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志 同志是什么 有共同志向的人 就是你们嘴里 经常说的 信仰 对 行 那你就跟我说说 你们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 就是要过上好日子 我们想要的好日子 不是你的好日子 我的好日子 而是百姓的好日子 贫苦大众的好日子 我们说的好日子 是一种全新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人们不再慌张 不再害怕 有饭吃 有义船 每天都能安居乐业 每个人都能喜笑颜开 这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这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什么时候会实现 只要我们坚信 我们努力 终有一天 一定会实现 可是就算有那么一天 我们都不在了 有什么用啊 人都会死啊 但我相信 我们的孩子 我们孩子的孩子 一定会过上 这种好日子 那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些牺牲 是多么有意义 你知道飞蛾 为什么扑火吗 傻呗 你口中的傻 对飞蛾来说 是一种追求 就好比火焰 不是他们死亡的归宿 而是光明的希望 死都死了 哪有什么光明啊 生命 就是用来寻找光明 如果生活在黑暗当中 不就等于跟死一样吗 这里 喊三命的人 这里埋伏我们的人 在这儿设一个 应急小组 既可合围 也可肚解 明白吗 都记下了 队长 记这儿 是 知道为什么 让韩三命的人 担任外围境界吗 队长信不过他 对 难道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他比共产党还可怕 为什么 共产党有自己的信仰 有信仰就有据可选 好比我们放出沈涛当优了 他们就会上钩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原则 谈三命 没有信仰吗 他的信仰 就是他的野心 三民主义呢 那就是他身关发财的工具 所以说这样的人才可怕呀 那今天是咱们的同盟者 明天就变成拆台者 到了后天 只要利益足够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 队长让他负责外围 核心抓捕计划 还是我们来执行 对 以防计划泄露出去 他还敢通共 他不通过 他通前 闻俊阳这个女人也太嚣张了吧 谁让人家是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呢 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等 那他不会把赌场的事 都得上风呢 不可能 他现在的重心 是要铲除共党 地下的交通线 然后立功 风风火火的回下 就他那个俄迪普斯计划 等会儿 什么情况 我上次买半斤猪头肉 你也给我写着 他那个俄迪普斯计划 少得了您的配合 配合 有时候 斩草要除根 养寇要自重 还有吗 没了 所以说呀 这个共党呢 该抓抓 该搂就搂 他能用咱 咱也用他 没错 就说这一次 咱们也是因为 鸾俊雅 上风才给拨的款 如果共党没了 你觉得上风 会给你拨这批款吗 但是他给咱弄拨款的条件 是赌场要还给林家 什么狗屁条件 现在是他们求着咱 条件是咱们说了算 那您的意思是 博彩大都会接着弄 弄啊 为什么不弄啊 那么大一棵摇钱树 不但要弄 还要给我变着法的弄 林海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 我真的很感谢你 这次救沈涛 我不想你为我冒险 谢谢 我告诉你啊 有些显示没法冒的 我承认 国民党的武装设备 确实胜于我们红军 可是两军斗争 拼的不光是武器 还有民心 这就是为什么 国民党多次大规模地 对苏区进行进攻 而红军却越发顽强 屹立不倒 韩三命假公祭司 剥夺了你们家的产业 在连城 林家是多么有威望的家族 但是在贪腐的强权面前 连一点保障都没有 更何况普通的百姓呢 我们共产党想要的好日子 是一种全新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人民可以当家做主 不管你林家 刘家 李家 张家 大家都不用怕 不用怕自己的东西被抢走 更怕为面临的危险会降临 李海同志 这次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希望 你能帮我们救出沈潘 送行的饺子 我亲手捏的 我很少亲自下厨 刚出国还热着呢 来啊 吃点 不饿 虽然我们国共信仰不同 不过你还是我尊敬的对手 明天就是你的好日子了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 全当 我陪你过个年 最后一个年 来 你还真敢帮我解开啊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不过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 别着急啊 你应该知道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知道 太知道不过了 不过现在 我更知道的是 像你这样 我更加坚信 我的信仰是对的 好口音啊 好吃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怎么了 刚刚有人给你送了个东西 谁送的 没说 闻房刚刚说 来了一个人 给了他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 要是二少奶奶吃着顺口 可以去张继裁缝铺找他 他带二少奶奶一块去买 行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张继裁缝铺 张继裁缝铺 我们共产党想要的好日子 是一种全新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人民可以当家做主 不光你林家 李家 张家 刘家 大家都不用怕 不用怕自己的东西被抢走 不用怕未面临的危险会降临 韩三命假公祭司 剥夺了你家的产业 在连城 林家是多么有威望的家族 但是在贪腐的强权面前 连一点保障都没有 更何况普通的百姓呢 二少爷 二少爷 是你啊 是我 我在这大车行找了一个活干 那挺好的 以后老千的事不要再干了 是 三少爷挺厚道的 给我找这个活虽然累点 但我心里踏实 对 我弟这人吧 看着有点凶 但其实啊挺仗义 当初我在你们家出老千 要多守的是他 后来 我娘走了 要帮我的还是他 你娘走了 我不是给了你钱买高价药吗 二少爷 我知道你心里善良 可是我们老百姓的苦 不只是钱的事 这政府为了封锁共产党 把药给禁运了 现在这连城 是有大夫开房子 没地方抓药 二少爷 这我不能再拿您的钱了 这钱你拿着 给老人办后事 家里花钱肯定很多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向我开口 拿着 那以后你有用的找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带你去找三少爷 上车吧 好啊 来 二少奶奶 有日子没见了 您是来做衣服 暖规矩 还是先帮您量下尺寸 行 叶顾宇同志 经过组织对你的秘密调查 已经解除了 对你叛徒身份的怀疑 恭喜你 沈唐同志要被处决 我们要想办法救他 这次组织主动和你联系 就是为了这件事 太好了 今后的工作安排 稍后会有党支部的通知 给你进行交接 嫂子 甜妹 你做衣服呢 好 那你是想做个棉网 还是做个砍尖 或者说 做一身旗袍 那个 我还没有想好 对了 甜妹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 你哥好像在找你 还挺着急的 我哥 对啊 他没有啥事找我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挺着急的 那让他着急去吧 我现在饿了 我想吃东西 怎么办 你想吃什么 这样 一会我回去的时候 我买给你 我想吃 红花 莫无高 甜妹 你 叶国瑜同志 我代表中共联程党直播 欢迎你 甜妹 你竟然瞒了我那么久 你竟然瞒了我那么久 我叫你 天爷 大小姐 二少爷马上娶媳妇了 还不赶紧回家 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这么大的喜事害我怀跑 地瓜干 又香又甜的地瓜干 走一走 看一看 又香又甜的地瓜干 地瓜干 地瓜干 又香又甜的地瓜干 老板 要不要买点地瓜干 又香又甜 同志党支部书记 也故于已盘辩 结果 消息就到我这儿了 你就这么轻易认定 我是叛徒劳 如果我认定了沈涛说的 那你现在早死了 我一直在暗中考察你 好 来 多忙一点 下吧 手 来 这边 这边 快点 快点 卸车 就这边 就这边 来 二少爷 到了 来 二少爷 到了 清楚了 清楚了 好 好 好 买好了啊 好 好 拉走了 小心点 来一车 行 二少爷 这边 可以啊 这几年老三把这货场弄这么大 您没来过呀 我来的时候 这就是几间破草棚 嘿 我给您叫三少爷去啊 好 三少爷 二少爷来了 二哥 帮我一下 哎 你怎么来了 好 闲逛碰见他 正好过来看看你 闲逛 那就没事了 帮我干活 哎呦 这脏活累活 我才没兴趣呢 你就只对嫂子感兴趣是吧 好嘞 放放放 哎 去去去 哦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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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问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事 没有啊 咱俩是亲兄弟 我还看不出来吗 告诉我 有可能还能帮你呢 好 没有 好 来了 来 给我一块使卷 您看这个 来 放这儿 好 那您看我这么小 快 快点 好 来了 好好好 来 赶紧跟着 快点 回来 六十台 那我进去 轻点 那你什么时候确定 我不是叛徒的 我不是叛徒的 那天 我二哥抓了沈涛 你向二哥求情 你还阻止三哥去杀他 那这么说 沈涛被押在棉坊仓库 是你救了他 来 咱喝着 来什么事 来 来 来 可惜千算万算 我没想到 那天鸾君雅辉布房 就把沈涛抓回去 受伤的男子 也是你下的套吧 这不是套 那是 赤金池 这个 我给他爆炸伤口的时候 在他身上发现的 上面的字我都认识 就是文笔不通 不用说了 联程地下党委的成员名单 肯定也是假的了 那当然了 我怎么能用真的 试探你这个叛徒 脑袋里面 一天到晚全是坏点子 我不瞒你说 那天送他出城的时候 我这袖口里 一直藏着一把刀 我就担心 这万一路上 你有什么异变 我对叛徒 从来都是手下不留情的 那请问 对于我这个假叛徒 你现在是杀 还是不杀呀 当然是不杀了 这么好的嫂子 我都选择了 前面你要气死我呀 我之前一直在想办法联系组织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说了 你不信我 说了 什么时候说的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和我是一样的 说没说 好好好好好 怪我有眼无珠好吧 这么一个联城党支部书记 林田妹同志 站在我面前 我都没有认出来 小叶同志 以后呢 好好跟着林首长干 好 林首长 但是现在呢 作为你的同志 我要批评你 既然你都已经确定 我不是叛徒了 为什么不在家街头 还偏偏跑到这儿来 难道你不知道吗 多出来一次 就多一次的危险 叶国瑜同志 之所以 要到裁缝店里面接头 是因为 参加今天会议的 还有别的同志 别的同志 叶国瑜同志 欢迎你 按照小玉说的 共产党是为了百姓 我呢 而且 不要这样 快吧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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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lahoma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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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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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忙忙碌碌,就像蚂蚁一样搬来搬去,到头来呢,还是像蚂蚁一样,只要有人轻轻拿手机按,就能把他们按死。 二哥,你真没事。 我本来觉得,这些人是蚂蚁,咱们林家人不是,可是韩三命占了咱们家赌场这件事,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 虽然爹,不让我追究这件事,但我一定要把这个公道,给讨回来。 公道,有医生,有药钱,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娘无药可医,活活病死,哪有公道。 死的也不是他一家。 是啊,你看,老百姓的命,就是这么贱。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跟爹似的呢,动不动就心事重重,动不动就站起来顾后。 我跟你说,咱爹老了,凶心不在了,一口一个小心似得万年船,一口一个小不仁则乱大马,哪里有咱们小时候的那种凶心和霸气。 二哥,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咱爹拦着我,我早就把赌场从韩三明手中抢回来。 老三,这件事你得听爹的,太危险了,不能做。 危险?有些事情是危险,但是只要值得,我就得去做。 只要值得,就去做。 哎,你低估什么呢? 阮君雅故意在全城张贴告示,他就是算准了,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沈套去死。 这是一个阴谋,双方的意图都很明显,就看谁先能抓住谁的漏洞。 我们怎么办,结法场,又是有埋伏的法场,就凭咱们几个人,根本不够啊。 你们看,咱们能不能借用钟义堂的力量。 不行,这事绝对不能告诉我爹,他知道了,只会适得其反。 我觉得也是,林佳这个时候能保持中立,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组织纪律,就算是我的家人,在无法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我也不可能把组织上的计划提前告知他们。 我赞同林夕的看法,我们最好不要借助钟义堂的力量。 林佳和林老爷能不能对党忠诚,这还是个疑问局,而且甜妹的身份隐藏得很好。 这对于我党继续开展连城地下党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大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如果有件事,特别危险。 但是,特别值得,你会去做吗? 只要跟林佳有关系,对林佳有好处的,我就去做。 没好处呢? 没好处,我去做干嘛呢? 在我心目中,我们忠义堂的地盘,林佳人的安危,这两件事情谁都别碰。 其他的事情,跟我就没有关系。 我以前也这么想。 啥意思啊,现在换想法了? 不是换想法,是想换个活法。 换个活法,啥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就是,脑子里突然这么想,也不知道对不对。 那你就继续想吧。 我提议,我们可以借助城外游击队的力量,来可快速营救,速战速决。 毕竟,我们把沈涛救出去以后,还是要送到城外的。 正好,我一直都跟城外的游击队友联系。 好,基于咱们人手不足,无法强攻大佬,冰闯刑场。 所以,咱们按刚才的提议,在路上动手。 咱们兵分三路,田妹负责联系城外的游击队。 我继续负责做林海的动员工作,通过它试着调配一些众议堂的力量。 其他同志,仔细查明敌人的具体押韵路线。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好。 走了,先放这儿吧。 这两天啊,都留一小我二哥。 听声我说一言。 说什么呢? 我是担心他,担心他有什么难处。 不,也不好意思向我开口。 好。 慢点,慢点。 来,帮忙,来,来,大宝石。 这押韵途中,都是陷阱。 鸩军亚不可能放松戒备给我们机会。 我知道,毕竟囚车是在移动当中,各种突发因素多。 不像是在大牢或者是刑场,可以定点步空。 所以我觉得危险适有,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对,不知道是哪一段路,鸩军亚就没机会提前步防。 在路上动手,就算营救失败,我们脱身的机会也多。 如果是在大牢或者是刑场,那样的话,只会包了饺子。 没想到啊,你这个看上去好吃懒做的二少奶奶,居然布置起任务来,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的。 我也没想到啊,你这个看上去机灵可人的林大小姐,隐藏起身份来,没有丝毫破绽,滴水不漏啊。 对了,同志们传来献报,说县政府的人在传,鸩军亚都在连城,不仅仅是为了抓你。 他好像在布置一个秘密计划。 格迪普斯? 这个计划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一直也没想明白。 我在厦门交通站稍后情报时。 看到了敌人在调动部队,会不会和这个计划有关,也请你传达给组织。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我会尽快把情报传达出去。 这个计划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也要尽快查清楚。 嫂子,你说二哥会不会帮咱们?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但他没同意。 嗯,我这个二哥什么都好,就是思想上不求上进,一天只想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不是的,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廉价,他其实最疼的,就是你。 要不,我再去找找他。 你可千万别,他要知道你是共产党,会疯了不可。 吃惊是肯定的,疯了不至于吧。 你别说他,我刚才知道的时候啊,都快疯了。 这不没疯吗? 你去哪儿了? 哦,我出去走了走。 走得太着急了。 最喜欢吃的东西都没有吃。 对,我是去了一个可以吃红花糯米糕的地方。 我说过你不要做有风险的事情,安全全地在下待着。 你还对不起,我刚才本来想编个理由,骗免你的。 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他在告诉我,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对你的付出,容不下半点欺骗。 他对我当真心,值得你去信任。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涛去送死,所以我只能找组织,哪怕牺牲自己,哪怕救不出他。 我又要拼尽一切全力。 铁脸新药酒? 对。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许鲁莽,一切让我来。 我们有人可以帮你,是可以合作。 叶顾云,我对共产党的看法要好过国民党。 可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就是想和你过好日子。 我懂。 其实刚才我说,让你合作,并不是想把你拉进来,只是想我们人配合你。 我担心你出现意外,我担心,我担心你一个人完成任务是风险太大,我是真的担心。 好啊,有你这话就够了。 好啊,有你这话就够了。 家园呢? 也按照您的吩咐,不得三条路线,两甲一针,防止共党路上伏击。 散布出去,让共党知道。 已经散布两条甲的线路,防止共党云孽袭袭击。 错,我们要把真的路线散给共党。 将他们遗忘带下。 всего十秒的不代表。 ,先来让这老伙伴。 凡凰帮助写。 quila一更干净。 雨令痴。 有点凤舌 等下 exposing你нь的墨烧或者和烊这些?